大家好 之前呢 跟大家分享过这个晚年我们买回家应该如何正确的摘种的一些方法 那么今天呢 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晚年在摘种的时候有四季 大家一定要了解 要不然的话呢 很容易导致你的晚年呢 养殖失败或是出现了死亡的情况 那么我们应该要注意哪四季呢 首先第一季呢 就是季太多 什么叫季太多呢 就是我们啊 像这样子一盆的话呢 我们种一颗晚年就可以了 不要种太多 因为晚年它的根茎还有叶片的生长速度啊 特别的快 很容易就能够长满整个花盆 如果你种的太多 那么它的根系就会太多 那么就不利于整个植物生长可能会导致它长得比较瘦弱 或者是叶片太多 导致它相互遮挡 那么就没有太多的光照 进行光合中用就会导致它不开花 所以呢 就第一个要记多 那么第二个就是要记肥 晚年呢 它不是特别洗肥的植物 而且不洗浓肥 所以大家在摘种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特别是刚刚摘种的时候 大家一定不要施肥 要等到它的叶片长到一定的数量了之后呢 我们再来给它施肥 而且一定要施淡肥 那么第三个就是记硬币 晚年呢 它是特别喜欢光照的植物 我们刚刚摘种好 就要马上把它放在太阳底下养护了 不能够放在硬币的地方 要不然对它生长特别不利 那么这就是第三个记硬币 那么第四个就记漏 什么叫记漏呢 就是说它的叶片不能够离开水面 不能够这样子 这样的话很容易导致它的叶柄会出现枯萎 然后呢 这一个叶柄的话就直接枯萎死亡了 而且呢 这个叶片呢也不能够淹没在水里面 淹没在水里面 它没有办法更好进行光合中用 而且呢 根系也不能够离开这个泥土啊 漂浮起来 这样子的话呢 是很容易影响你这个晚年的生长的啊 很容易导致它没有办法在这个盆土里面扎根 那么它是很难养壮的 所以这件事情跟大家分享了 我们在栽种这个晚年的时候 有四个注意事项 大家一定要了解 了解了这四季 那么你的这个晚年才能够长得好 长得壮 后期也才更容易开花 而今天就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见